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就立刻来看到 今天节目还是要锁定三个字 就是在低基期的个股 不管是传产股 电子股 还是包括了惊人股 只要能够低基期 也许就能够追上了这波的补涨行情 有10档现在越跌越诱人的个股 有哪一些呢 我们就来看到了 不管是在IC当中的这个通态 以及包括了代理软体 有点这个游戏概念的富尔特 还有像是在这个荷瑞亚呢 是做个触控晶片的厂商 以及包括了幽群跟祥明 虽然最近股价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但是股价越跌的话呢 其实现金值得率率 就会相对变得越来越高 其中在这个荷瑞亚还不错哦 这个说第二季第三季 整个业绩就会开始逐渐的走扬哦 本益比不算太低 还有这个只有11倍左右 这荷瑞亚就要先请马哥稍微提一下了 目前子律律来抢转一下是不是还不错 基本上荷瑞亚它的去年获利 也是创了一个新高 那当然就是说 在最近的题材是因为微软 这个把这个XP停止之后 有一些换机潮出现 那当然我想荷瑞亚应该不是只有 完全在寄望在这个地方 因为包含在下半年整个触控笔电的 这个风行会代理 像今天可以看到人保股价 最近这个开始表现比较强 NB都不错 对NB都不错 那其实也是因为积极低了嘛 所以至少有机会往上做推增 那另外可以看到就是 我要讲整个在这个相关的 这个IC族群里面 我们晓得三月份营收 刚刚讲到荷瑞亚来看 它的这个月成长是29% 虽然是年减22% 但基本上月成长是这个29% 但是注意到 在下半年第二季开始 整个三月份营收可以 渴望会走高了 除了这个IC设计的股王 这个联发哥之外 包含一下零通 盛群 松翰 通钛 这些通钛 待会会有先进会去补充 那这里面可以看到 包含什么 这个所谓的这种 IC族群里面 这个 还有这个益龙店 新唐 创捷 注意到 这些股票第二季 都可能成长40% 注意到 激增40%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波 我们看到整个 包含美国的半导体指数 相对于 Dow Jones 或者是相对于 在Nestate来看 它会维持一个 比较强势的原因 是跟后续是有一些相关联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到 整体的这个 IC设计族群 它在最上游这个顶端的情况 基本上来看的话 在维持一个高档震荡的现象 是可以持续 所以从和尔雅我们来看看 它的线型架构 它这档股票讲真的是 比较牛皮一档股票 很牛啊 它涨一下 马上就休息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但基本上还是沿着一个 多头的均线在往上走 那法仁的这个买超的 我们可以看底下看放一下 这法仁的买超动作 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虽然不是说 那么样的一个强势的 这个加码 但基本上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这边还是有一些 在买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 和尔雅这些股票 因为后面有业绩题材的一个 依规条件存在 所以我认为呢 这些股票在整理之后 还是会有机会再往上做拉高 它先拉回整理的股票 我认为只要稍微 这个轮到它 接近到季线位置附近的时候呢 甚至于月季线位置附近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再度的转强 所以这样的股票 我认为还是属于一个 在大盘比较不好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进可供 退可手的一个机会 好 这个刚刚广告时间 马哥特别坚持说 他要讲一下这个面板 零组件 因为他做好这个 好多的功课 明基材要补充一下嘛 对 因为我们讲就是说 从友达跟群创 这个去走高的情况之下 它相关的供应零组件里面 明基材最主要就是供应的友达 那大家晓得在三月份合并营收来看 有这个明基材 它的这个月营收成长是17% 那么五一的拉货槽 受惠面板零组件的情况之下呢 最主要大家可以看到 一月份的时候明基材曾经大涨过一波 这一波的炒作的题材在于什么 就是它转进到生一概念股里面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隐形眼镜这一块 所以同样的隐形眼镜这一块里面 包含最近的大力光 另外像这个金硕 这些都开始有生产到 这个所谓的隐形眼镜的同时 那其实呢我跟各位报告明基材的同时 是要提醒各位另外两档股票 原先靠着隐形眼镜大赚钱的股票 一档是F金壳 另外一档就是什么 金华光学 这两档股票之前能够强势往上做推升 就是因为靠着隐形眼镜 可是各位看到没有 当这些股票最近从高档往下压 尤其看到金华从913块跌到668块 其实严格讲 它是已经进入一种空头的修正模式 那跟什么有关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除了明基材之外 包含这个大黎光要摄入其中 还有这个金硕 这跟这些原因是有相对的条件的 那另外可以看到就是 在整个这个明基材呢 目前来看的话 去年的EPS是4块4毛2 所以本益比呢大概是9倍左右 那股价各位看到没有 它已经横向整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 所以已经接近到下涨这个附件位置时呢 原则上随时爆量之后 就会往上再做一个突破一个机会 那另外一档跟它相关的这个奇美财 去年的这个获利是4块9毛8 本益比呢是只有7.3倍 那在这个奇美财呢 虽然它的表现看起来不像这个明基材那么强 但事实上呢它的股价 各位注意到 目前的位置啊 麻烦底下放一下这法人的一个进出 可以发现到 在前波法人的加码区域 刚好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啊 这个左边红色地区 刚好就是目前 奇美财附近这个股价的位置 所以呢目前来看 它已经前进到大陆在设这个 这个偏光板的这个工厂呢 预估下半年会供应中国大陆这些 新的面板厂所需求的偏光板的 这个条件会大幅的增加 所以下半年的业绩也是很有看头的 嗯 好等于说奇美财跟这个明基材 这个本身的这个立体点都还算不错啦 只是现行上面到底谁会比较强一些些啊 不然还是要问一下阿唐哥了 我们回到一下这个高质率概念的部分 今年还有成长性的 还包括了祥明哦 祥明街党 其实很多人有点觉得说 好像有点冷媒呢 好像连听都没听过 当然人家现行质率很不错 难够高到了百分之七左右哦 今年还有将近是一成的成长幅度哦 阿唐哥解释一下 冷门啊 好那个从电便箱拿出来讲一下 因为这张股票为什么要讲它哦 因为在过两年多之前 我有亲自去这个 这个拜访过 这个不是拜访过 他的法说会 法说会 法说会去干嘛呢 不是去大拜拜 看老板长怎么样 他讲的诚不诚诚 诚不诚诚 那老板一看就知道工程师出来 那是苦干实干出来 而且跟台积电的一个两个 这个关系非常好 也就是说他是 言下之间 他就是台积电的相关的周边的厂商的 各股的厂商 那他是就是 他是等于说 他是一个耗材的一个大厂 所以他在台积电的部分呢 他包括很多的一个相关的这个零组件啊 那一个半老理设备的 包括很多一些比较稀有的一个 这个叫木啊 背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他来做 重点有一个毛利很高 叫做石墨 都是耗材哦 那这耗材的部分 只有这个他会做 那周边还有很多 这个在园区附近有很多的 零星的一个卫星的厂商 他这里面算大的 他很多的是零星 更小的零星的一个小厂商哦 但是很多也是他的员工出去开的 他也不怕他哦 原则上你看 那我就是跟你竞争 很多东西 你可能只做一组 我可以做好几组 所以那从台积电来看 订单哦 那还是会下给大厂 所以他的业绩 非常非常的有一个稳定 原则上他就有一个富爸爸 叫做台积电哦 因为他是做他的耗材的哦 所以半导合体 那今年人来看哦 包括摩比尔 包括粒基型低润 都持续的复苏 没有问题哦 跟什么资料也持续往上走 那我认为既然有机会往上走 因为他有一个 富爸爸的效应的情况结果哦 所以他的业绩哦 他的EPS 每年大概都四块五 五块 四块上下哦 最高的时候还要到七块哦 所以他在前年发了一个CB 就是为了扩产 扩产完毕之后 一直到今年为止 业绩还是非常一个稳定 所以你看他股价 那这个整理很久 通常会拉一波 所以这种股价 你看从他这个本益比来看 他去年赚了四块多 那目前来看本益比也是非常低 你不要看他整理很久 他的走势通常都是静如处子 他一动的时候会动如脱土 所以这样股票 我非常建议就是投资朋友 稳健型的 他跟大盘没关系 他就是很稳健哦 那动的时候他就会动 因为毛利的关系 他有些往上拉 他配股配息 因为今年有机会配现金 股息抠 所以你看补利率 这个殖利率高达这个7.13 我认为这张股票 他在季线附近有 季线以下我认为都是买点 那整理完毕之后 应该有机会 通常在除全期之前 他有机会拉一波 这是我对他的股价的了解 那大前年之前有大拉一波 是因为他这个认了一个CB 所以这个大股东卯足 全力做多 到现在为止 那你看 他是开始走他一个基本面 受费半导景气 持续看好 我认为做他的一个耗财 又有父爸爸的一个台积电 这种股票进可攻退可守 目前来看他躺在地板上 那看起来好像不会动 那我认为从这个本益比来看 从这个高指令来看 这张股票那有机会 那做一波在除全期之前 做一波表现 好这个小明其实对股东还不错 在今年预估能够赚到5块钱 在今年打算要配 大概4块钱的现金股利 算一下本益比值来到了11倍 并不算是太高 另外也算是低本益比 还包括了U群 是自行伸展连接器的厂商 也有点点触控面板的概念 也是绝对率超过了7.41%了 今年有将近是8%的成长空间 在U群呢 今年是赚大概1块3左右啦 不会赚太多 但是整个配发现金股利 还算不错哦 是可以抢赚一下吗 好的 其实像这种 这个中小型的一个电子股 可能不是说像这个友达 群创就是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基本上是人手一张 你去看那个交易所 这个公布的这个每个月 它会有一个几宝户数 像这种什么联电啊 友达群创 那个其实都可能 股东都好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哦 可是像这种一些 比较这个 像3217优群 这种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可能它的这个知名度 没有这些大厂来的高 但是呢 它每年可能就是说 虽然没有爆发性的成长 但是它就稳稳的 它就稳稳的配 对稳稳的配哦 那当然其实你如果说 在一个类似像这个 比较这个指数啊 是一个这个往下 急错急杀 例如说像去年 突然这个有9月份 这个突然这个连准会说 可能会这个缩减QE等等 这些突然指数掉下来 那如果说有上这种过程里面 你去逢低成绩的话 当然你就抱着抱着 那每年如果说它呢 就是非常稳定的 赚个一块多 那也基本上 赚的钱都拿出来 配发给股东的话 其实你如果抱得够久的话 抱得够长的话 其实你通常是不会吃亏啦 那当然今天其实 包括像刚刚几位先进提到 这几档里面呢 大概都是属于电子的 比较多那我们知道其实电子 通常我们会认为说 它是一个所谓波动 比较大的一个族群 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 属于有稳定 因为除了我们看 今年的殖利率之外 我是建议投资朋友 也是可以去看一下说 它是不是过去这至少 三到五年 如果说你抓的话 从08年之后开始抓 因为08年大家都不好啦 所以说你从0910 它整个产业景气 开始慢慢恢复 大概这三五年之内 如果说它能 每年都稳定 配个这个每年赚多少 基本上都配得不错的话 我是觉得 在这边如果说 它有五个%以上 像这边还有8% 7%的 其实就可以考虑一下 那当然我们还是 觉得说呢 在这边来看的话呢 像这样的公司虽然冷门 但是呢 还是值得呢 大家好就是说 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真的公司好的话 其实哦 就是不要太 让太多人知道 大家来买就不好啦 因为股价冲上去 殖利率就会往下掉嘛 它就不会有7% 8% 可能只变3% 4% 这样子而已嘛 好就等于说它比较 具有一些定存的概念啦 除了包括了在 幽群 祥民 这些比较小型的 个股之外 我们来来看到 还是有比较大的 是在和珊堂啦 跟汉堂这两党 至少是很多人都听过的 个股了 也包括了联帽 上福跟安晴 都是具有一些高值 对对概念 而且最近股价 并没有这么强 是有些低基期的 这个概念的哦 先问一下马哥了 是 马哥是在汉堂哦 汉堂其实今年这个 喊出来的这个 雄心大债还算蛮大的 说这个去年获利翻倍嘛 希望今年这个获利 能够继续的飙高 但是3月份的营收表现 好像不怎么理想哦 整个比去年哦 大幅度衰退了 将近八成左右 在年初喊的这个统号 是不是有点失效了 呃我们这样讲 我们把这个汉堂 这个K线底下放到什么呢 放这个法人的禁除表 尤其这个外资的买超 可以放一下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这一波可以看到就是 反正对于汉堂的这个捧场程度 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 那么虽然3月份营收不好 那我想最近的股价 你看到掉到季线之下 跟3月份营收不好 是有一个相关联的 但是我们要晓得 我们在看股票的好坏 不是完全只有参考到它的技术面 跟它的基本条件 还是一个重要一个参考值 那以汉堂来看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去年的EBS4块7毛3 所以相对来看 目前的股价的位置 你去看一下 它的本益比 连10倍都不到 所以是相对是比较 在整个台积电集团 这个股票里面 它是相对偏低的 虽然它的3月份营收 当然是跟台积电的 这个扩厂订单的预料 会比去年稍微减少 有一些关联 但是汉堂也不是笨蛋 它也在大陆这一块 积极去做布局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晓得大概几个月之前 中国大陆有一个新闻出来 就是在从今年开始 要开始大力扶植 中国大陆当地的半导地产业 尤其在IC设计这一块 所以可以看到 那预估大概就是 未来的10年 大概每年会投入进去 差不多将近是1000亿左右 人民币 所以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 汉台已经进去的情况之下 对于未来 它这一块市场 能够吃得到这个饼的话 我想在中长期的条件 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从线下去看的话 虽然短线上 3月份营收不好 那股价各位看得很清楚 从41.95 拉拉现在来看 已经跌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要注意到 我们刚刚讲 你要看到是未来下半年 的情况之下 法人的预估 就不一定是这样子 就刚刚讲到 去年的获利是翻倍的情况之下 预估今年 汉堂的EPS 大概还会有5块钱的一个机会 所以看起来 上半年不好 那下半年的条件 往上做翻样的情况之下 尤其刚刚我们跟各位报告 你看底下 这一波外资法人的买超的动作 到现在 几乎还是很积极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就 我用一个股票 就是日月光来去做比例 日月光 大家想到之前被停工 对不对 可是他后来本来是 持股是第三名的 现在变第一名了 对 他变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卖不掉 同样汉堂遇到这样的条件 他并不是有利空 只是营收稍微衰退 可是股价已经 率先修正根据之下 法人也没办法做出托 所以我认为 会做持续加码的条件 基本上 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等待另外一次 立即的题材出现 所以我认为 以汉堂来看 刚刚所讲 今年的配息的话 基本上 还有蛮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概差不多有将近 六七个百分点的情况之下 获利 再加上有机会 成长到五块钱的话 股价低档往下注意到 哪天出现下山带量 隔日出现量缩隔距之下 至少短线上 就是一个可以转金的一个机会 好 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先请阿藩哥 一分钟 简短讲一下和生堂好不好 和生堂 落难的古王 昔日999的纯金 到现在可能还没解套 那转线部分也一直剪完枝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 短线部分 它还是一样做被动元件为主 那包括通信产业 包括公用 包括车用的部分 重点来 它开始转型 开始做一些这个 转型这个无线通信模组的元件 三合一的这个所谓的元件 包括NFC 包括WiFi 包括一个所谓的蓝牙的部分 这是它的一个转型链 它会减之 这个所谓的一个 浴火重生 那我认为这个三合一的 这个晶片的部分 有机会推升它的股价 持续往上走 这是它的转型部分 但比较 比较没有人知道 那去年可可可气 去年赚了2.44 显见的浴火凤凰的企图性 相当一个强 那配先进股鞋2.8 也列入我们今天的一个 高值率率概念股 所以我认为这张股票 在转型 三合一元件 NFC WiFi 以及所谓的蓝牙 这都是比较先进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认为有机会开始 这个今年最后转型 突出一个表现 而且它刚减完支 通常最近减完支的股票 包括2375的很多的股票 等等等等 什么精英 减完支之后大股东做多 一定会开始灌业季 开始转型 这种股票比较有机会 浴火凤凰的一个表现 好 我觉得等于说 在这个和尚堂 它具有一些转积题材 目前在这个企业方面 正在转型 加上有一些减资的概念 希望能够替和尚堂 带来一些股价上面的支撑 好 休息一下 回来回来 会有这个大盘当中 最新的融资变化 统一面包随时随地 美味开动 你爱的统一面包 熟悉滋味包着香甜内馅 你爱的浓郁奶香 舌尖化开 松软口感挺不住 越嚼越香 你爱的丝丝绵密 一油味精的满足 让心都笑了 你最爱的 都在统一面包 柔软细致 就像刚出炉 统一面包 消除痴疮第一步 不要坐太久 天天有蔬果 少辣少有炸 饭后走一走 记得不用 政绩加味消至碗 止血消肿 致便秘降火器 政绩加味消至碗 走遍世界各地 有时候 真希望到站 就能到家 真正增值又保持的捷运站 只有在捷运站前第一排 我的推荐 机场捷运站对面 景都第一庄 致富第一庄 欢迎再对回到三连球财经 我们就立刻来看到今天在这个大盘当中最新的融资券变化 今天融资增加的幅度比较多 今天开放了200多档 恢复了信用交易 融资大增了11亿 2029亿 融券是减少了4.49万张 来到23.49万张 另外是在各股方面 今天融资增加第一名的是落在了新日光了 单日大增超过了4800多张的融资 股价小涨做收 而在华托呢 增加了3985张股价大跌 在太极呢 增加了3110张小涨做收 在中售大涨接近两个百分点 融资增加2567张 另外一个是在加世达了 加世达是在这个昨天呢 融资增加第一名 今天继续挤到了前八名里头 增加了2543张股价 人就大跌 大涨超过了1.4%做收 反省呢 大跌2507张 联电小涨 在联电呢 2480张的融资增加 最后一打是落在了益加 见益加不错 大涨1.6%增加了2463张 好先问一下马哥了 马哥刚刚提到的是在益加 益加今天法人也不错 也站在了买方 不过只呈向了小买 261张的水位 咱们来观察在益加的股价 我们看益加 益加这个3月份营收年币率 是52.56% 那预约币是23.2% 所以等于双帧 这种情况之下 在手机概念股 一个重要提供就是 今年有很多的新机要推出来 除了小米机这个地方之外 这个秒杀的情况之下 包含HTC的M8 包含这个三星的5S 要S5也开得出来 包含苹果的下半年 另外像包含Moto 跟Sony这些新机 都在今年会有一些新机要推出 当然我们必要强调 对手机业本身来看 可能因为高级手机 事实上大家晓得 竞争性越来越强化 那不见得对他们有好处 但是新机推出情况之下 对下游的零主机的供应商 会有正面性的条件 所以我们看到益家的股价这个地方 在今天呢 反正虽然是小买 但基本上股价 还是形成一个多头 是慢慢往上做攻坚的 你不用去做追高 但逢低的话 基本上 在守到前一波低点的位置 应该是可以做一个短线的切入 好 除了这个益家之外 今天股价是往上的功课 另外一档是落在了中售了 今天整体来看 这种股表现都还算不错 有机会能够往上的攻坚吗 毕竟在中售融资大增去下 但是法人好像不太领情 大减超过了六千多张的水位 中售他股价要回升 是不是还是要等一下 唐哥 好 那最近的金融股开始转强 那我再讲一遍 因为受惠有两个观点 这个福茂协议 那终于吵吵闹闹 好像准备要开始拿出来热炒一下 所以最近的金融股开始转强 另外一个就是台币最近升值 那既然台币升值 那很多的一个金融股之前 大概一直跌下来之后 完成五波的下沙 慢慢的从这个加护病房走出来了 那可以看出来 准备挑战季线 好 那既然你会发现 这个中售他全程有地 想当然了 台币升值他一定会涨 所以你看今天的涨幅 高达百分之一点八 他的一个商业营收 月增率也高达百分之二十二趴 年增率也百分之三十一趴 你一定觉得 那为什么外资法的一直卖 卖了六千多张 那原则上我认为 他就是个泰洛流强的一个操作 通常这个外资就是这样 他是会追高杀低 回去这个追高一些比较高的股票 会杀在低一点很正常 所以这个外资的操作应该上看一看就好了 所以你看在外资 这个在融资部分 反而这个做一波的一个抢涨的动作 显见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扭转一个颓势 所以我认为 从台币升值以及资产的题材情况之下 这张股票有可为 而且在全省部分 他有很多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这个资产题材 那这张股票有机会挑战季线 金融股只要站上季线 这个大盘就好玩了 那我认为这个配合大盘演出 应该9000点的短线部分 应该本节轰量就可以看到了 好在3月份非常明显看到 在这中售的融资是 几乎叫做天天都在持续的增加 不少的散户持续开始 任养了中售的股票 即便说法然现在还不是太领情 继续占了这个抛售方的那一方 除了包括了中售之外 另外在幸福是选择是在樊轩 这樊轩其实在3月份的营收 表现并不算太理想 在这个比去年还要呈现了小幅度衰退 但融资间还是增加2507张 是不是有不少投资人 希望说这个樊轩能够利空出尽了吗 好的 其实樊轩算是这个老朋友 因为其实我们在早盘 有时候来这个盘前录影的时候 多次提过这两个股 大概在17 8块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说一家有赚钱的公司 怎么这个股价会比净值还要低 因为它净值大概是在24块左右 所以后面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个股价就慢慢往这个 净值做了一个靠近 那今天它的走势 是有趣的地方是在于 它今天是过高之后才爆量 掉下来的 跟今天的大盘有点像 就是同样呈现这个所谓 开高走低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其实以它这个 基本面来说 其实它青年第四季 这个单级的EPS 就比前三季的总和还要来得好 所以说其实它算是这个 从这个17 8块慢慢涨上来 这波过程当中 来到一倍的PP净值 就是我想是目前合理的一个 初阶段的一个目标价 因为它是属于 这个属于系统整合的一家厂商 那它也是所谓台积电的一个 资本支出的一个概念股 那我们知道 其实今年台积电 因为这个苹果A8的处理器的订单 所以说呢 今年呢 台积电有相当积极的这个 大概百亿美元的一个资本支出 所以如果说 像刚刚呢 这个两位先进友 还有提到像汉唐那个 其实也是台积电的这个 相关的概念股 所以说其实呢 都可以发现 今年整个台积电 带动了整个 所谓 不管是它的这个 其他例如说 像这个中下游的风刺等等 或者说你再更往上游推 为什么最近像这个汉维科 这个突然这个股价暴冲 其实它也是说 受惠台积电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认为 凡旋这一档个股呢 今天是过高的一个拉回 但是如果说 台积电的一个订单 还能持续有 源源不断的进来的话 我想今天 有一个重点是 它是过高拉回 所以说我想后市 我想这个短线上的融资 可能还要再稍微 再等待一下它的一个 这个回温的一个 股价回稳的一个时间点 好 今天凡旋的股价 这个收了一个 还可以放上面 还留一个蛮强的 这个壁雷针 这个短线上面 或许会有一些这个 修正一点点 稍微的震大 提供到来参考 我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韦婷